中国大陆国境解封倒数计时 连确诊者都免隔离免筛检 这反倒是让各国不敢敞开大门迎接路客 美国宣布所有从中港澳非美国的旅客 包含在第三地转机的 通通都要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 而意大利同样是要求大陆入境旅客一律要筛检 包含过境转机的也都要 而现在南韩也有可能跟进 医院挤到向菜市场 没一处是空位 急诊入口大排长龙 这不是平时的看病了 就是像打一场仗一样 诊间都是发烧冲医院的人 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看到医生 重症病床多道排到走廊上 在我们的城市全是重病人在里面 大家看到养活大概都是70多 80多这种的重病人 户膝衰竭的病人都在这个床 大陆坚持了两年多的清零 在民怨中仓促退场直接躺平 让疫情冲上红风是对医疗量能最直接的压力测试 湖北人民医院一天要收治超过500位的重症病患 全大陆都有医生累倒了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有两个大夫累倒了 现在已经有三个大夫倒下了 医护心力交瘁 病目数不断暴增 殡葬业经历近年业务最繁忙时期 忙着火化送葬 广州更是有民众亲人遗体 无处收 殡葬服务中心电话被打爆 现场公告要排出病业务 要等明年 明明实际看到的是重症死亡数爆量 但是大陆官方轻描淡写 从全球范围看 中国的重症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坚称守住疫情取得胜利 绝口不提实际数字 盖牌后再一口气国境解封 这极端的转变让其他国家觉得不太对劲 先挡再说 美国CDC最新公布 从1月5号凌晨0点起 所有从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飞往美国的旅客 都必须要绞交48个小时内的检测 阴性证明 包含从首尔 多伦多 温哥华等大陆旅客 热门中转点入境的旅客也需要 可以是PCR或是快篩 也可以是用视讯连线 美国FDA官员监督下做的检测 而入境前10天确诊的人 必须要绞交康复证明 重重限制 主因是担忧大陆缺乏 这一个关键数据 大陆没有公布近期的病毒精 病毒精英定序就怕又出现了凶猛变异株 现在的县令仿佛一切倒转回到两年多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但真的能防堵吗 有医生批评是多此一举 但这反映出是更深层的美中心结 欧美对北京喊的 响亮的科学防疫根本不买单 意大利同样进入防御模式 对所有入境转机路客一律先减再说 印度也一样 目前对路客祭出筛减限令的包含 美国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 日本则是要是入境筛减为阳性 就必须要七天隔离 南韩之前已经宣布 入境的路客如果体温高于37.3度就要筛减 现在可能跟进美国也要出示48个小时之内的阴性证明 尽管有国家出招 但像澳洲 英国 德国 目前都还按兵不动 静观其变 TVBS新闻总和播斗 全球暖化的问题造成冰川融化危机 像青藏高原的冰盖就在溶损当中 而且还因此发现了28种未知的病毒 再交给作合很大 我们了解 好 您知道吗 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危机 正深切的影响着我们 我们来看到格陵兰和南极州的冰川 以及陆冰 现在有一份报告当中 就说他们正在迅速的融化 那么全球的冰城消退 上市在喜马拉雅山 这个冰川就缩减 影响到的是你看 亚洲有数百万人 他们的供水因此受到影响 更严重的是也发现说有这个地壳 可能有变形的情形 而在青藏高原就有冰盖新发现 说这里头还有33组的病毒基因 当然有28组是未知的 虽然说科学家认为说 这不会直接的影响到人类 但也希望说借由这个发现来看一下这些病毒 他们整个这个变化 再来是有北极的永久冻土层素融 也发现到冷战核潜艇放射物质恐怕已经释放 尤其是这个苏联过去释出的265兆吨的河南 中国大陆宣布解封将新冠病毒感染 由乙类甲管降级为乙类仪管 另外从1月8号开始 不再对入境人员采取隔离检疫这些措施 不过解封速度之快 当然也就引发了一波的确诊高峰 甚至年长者没有接种疫苗 足取死亡人数现在也不断的增加 就有专家分析主要就是解封应对的措施 其实根本不够严谨 距离自家店门口不远 就有一站核酸检测站 不过中国大陆现在全境解封 不再强制规定核酸筛检 就连阳性确诊者也没有管控 但以为解封会带来人潮 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在上海经营面店 接封后民众对于出门还有疑虑 生意没有出现暴富性消费力道 不过也有当地人认为 疫情仍然很平稳 出游生活都照常 朋友们基本上都赶上了这一波 这个痒的一些状况 多人的状况 就是类似就像一般的这种感冒的状况 还有就是微微的低烧 安全性降低 所以才会有这个放宽的这个情况 所以基本上它这个我们中国大陆 这个疫情已经改做以类以管 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这种假类的这种传统病 民众感受两样情 其实在11月的白纸革命后 中国大陆突然宣布清零政策 但却引发确诊人数大爆发 尤其年长者还有未接种疫苗的族群 更成为死亡人数激增的一大主因 大批人潮排队等候 绵延将近一公里 这不是排队消费刺激买气 而是在济南兵饮馆门口 另外在首都北京兵饮馆 人潮一样没断过 新冠疫情肆虐 但大陆官方仓促解封 网络上流传一份中国国家卫健委 21号会议纪要显示 估算全国12月1号到12月20号 累计有2.48亿人感染 专家分析很可能就是因为 解封准备措施不够严谨 你又会看到说他整个的过程上面 在安排这些物资甚至医疗资源 甚至是预估这些感染人数的模型上 跟多应的政策上面做得不够 专家说要开放 但是你地方现在有没有准备好医疗的量 甚至是死亡之后的这些火化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的量 是不是有准备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原来你在维持清零的 这些人力上面如何做改善做转变 他们其实可能在目前来讲 也没有去规划好了 所以从完全的非常严格的 那个清零政策 一下子解封到突然说 好像什么都可以了 这些其实背后都需要一些配套 需要一些时间 专家分析包含疫苗接种政策 以及止咳药止痛药药物短缺 都呈现中国大陆没有做好万全准备 除了轻症的Omicron病毒株 还有大陆网友po文 请有确诊肺部X光片 呈现大片白色 肺部彻底纤维化 怀疑恐怕是致命性 比较强的变种病毒株 大陆的这个流行 从BF.5的这一流行 BF.7 大概我相信大概会持续到 可能会到三页底的时间 会不会因为是个大陆 这样流行之后产生的变种 当然因为大陆没有 本身没有打疫苗的状态 可能在疫苗选择上面 可能比较不会 可是在病毒上面的变异上面 还是有可能 会对全世界造成所谓的境外 可能产生的这样的一个 造成其他地区再流行 特别是新型变种病毒 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现在包含意大利 日本印度 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等 都寄出对中国大陆旅客 进行强制检测 而中国大陆内部即将到来的春节疏运 疫情恐怕在创新高峰 在在考验中国大陆防疫的应变能力 TVBS新闻 罗氏鹏流军台北 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